那么说完ERC20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Ink刚刚完善的一个特性,就是合约的Trait,那么跟Solidity里面的Interface是很类似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试着把我们的这个ERC20的这个合约呢,把它试着改成一个implement,比如说一个Trait叫ERC20的合约。 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还是要建一个文件了,来定义Trait,比如说我就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 TraitERC20,ok,然后我们点开这个TraitERC20呢,我们首先把我们不需要的这些东西给删掉,那么Trait的定义呢很简单,Trait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用这个 这个InkTraitDefinition,比如说叫TERC20,那么我们通过这个Trait来定义一个这个 ERC20的一个Interface,那么很明显呢,我们首先说它应该包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是说 是说声明方法。比如说它有一个Balance of的方法。 然后呢,这边的 那么第一个是Balance of 那么第一个是Balance of Total Supply 那么也是返回Balance 那么也是返回Balance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下吧 然后呢,第三个呢是 然后呢,第三个呢是 我们说是Approve Approve MuteSelf MuteSelf 然后呢,Approve呢,应该是说给一个账号 然后呢,Approve多少钱 它应该是返回的是一个Result 然后呢,这个Result呢,我们就把 这边的ERC20的Result给搬过来 搬过来之后呢,我们看 我们假设是说把这个东西给它照搬过来 IncMessage Approve,然后呢,Transfer 然后呢,是Transfer Front Transfer Front,那么就Front Account to Account OK,那么我们的Trait ERC20呢,基本上就定义好了 可以看到说跟Solid的Interface呢 基本上是类似的 然后呢,我们 又因为啊,这边的AccountID呢 我们说了,AccountID 和这里的Balance呢 都是IncContract 那个红所自动引入的 那么这里呢,我们没有IncContract 这边只有Inc,只有TraitDefinition 那么它是不会帮我们默认引入这些红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展开的时候呢 我们能看到说,其实呢 它这边的Account的声明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就可以说去直接引用它 比如这个首先呢,是这个 就是,我先把它给粘贴过来 我们能看到说,TraitERC20 这里面的AccountID和Balance 它其实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说这边呢 我们一般用DefaultEnvironment 然后这边我应该把它全部引入过来 然后呢,这边的AccountID 那就是我们把这边的全部用Environment来代替 DefaultEnvironment来代替 OK,我们来编译一下看看 TraitERC20 Contract CoggleContribute 这边好像被里面卡住了 那它就单纯编着漫 那么这边编制的话 我们开始用这个TRC20来改造我们的ERC20 那么改造我们的ERC20呢 首先呢,我们要引入这个项目 TraitERC20 然后 然后 DefaultFeature False OK,那么这边已经在编译了 我们先把这个引入进来 那么 Use TraitER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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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Error 然后呢,Result OK,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是 ImplementERC20 在这边呢,我们要把它改成 这个 ImplementERC20之外呢 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 ImplementTERC20-ERC20 那么这边呢 那么这边呢,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REST的写法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Approve TransferBalance 我们把这些 我们把这些在本来的实现体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搬到Trait里面来 OK,搬到Trait里面来 然后呢,你看说因为 它的可见性呢 是要跟Trait里面约束的一模一样 所以呢,他们Pub 他会报错 我先把它删掉 Balance of好像没做实现 看一下,Balance of 在TraitERC20 TraitERC20 做了Balance of Total Supply 然后呢,这边不要紧 这边呢,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会先这个 先Processing 然后Generating Metadata 在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编译过了 就是先,它先是Build 然后呢,再Generating Metadata 因为在Trait这里呢 是不要求 去 给它生成Metadata这种东西的 所以呢,在这边 所以呢,如果是说单纯的编译 Trait definition 在Metadata这一步报错呢 是很常见的 然后呢,我们刚才 Implement 好,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的报错 Implement is not supported in Trait or Consider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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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来看一下我们 这里有没有写的有问题 首先呢,是 首先呢,是 哦,首先呢,是 应该是我的这个括号 算的有问题 呃,那也就是说,首先呢 它是要先实现了一个完整的 implement erc20的 这个代码块 然后呢,再给它implement一个 trc20的trait 然后呢,我们再看 mod erc20 嗯,那看起来整体 那看起来好像整体的这个 我看一下 Inplement 哦,刚才可能 代码块应该有点问题 OK,现在我们再到 再看报错 oh, the bond incline returns is not satisfied oh,ok 看起来是约束不满足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trait erc20 这里的约束呢 是说返回一个result transfer approved total balance inc message 那看起来trait erc20 这里的定义呢,没什么问题 result implement 然后 我们看我们引入的 对不对,我们引入的是 terc20 error 呃 看一下它能不能引入啊,这边呢 应该是 pubtype 看起来像哦,看起来是redefine的错误 看起来像哦,看起来是redefine的错误 单纯的copy过去 其实在真正的erc20 实现体这边 这里应该是被注释掉的 然后呢,我们只用trait里面 定义的error和result ok ok,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先定义了一个trait erc20 然后呢,在这里的trait erc20 当中呢,我们会定义一些error 然后呢,如果说 trait里面会有涉及到 account balance 的话,我们呢,会去 引入它的需要的一个default 的environment,然后呢,去它里面 去取它的官员类型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定义一些行为,然后 定义好行为之后呢,那么单独的 trait文件 编译错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尤其是在 生成mecha data的那一部 然后我们在 引入的时候呢,我把这里先删掉 我们在引入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在 在这里,在 implement erc20的代码块之外呢 我们在给它 implement一个我们刚定义过的 terc20的trait 的代码块,并且在里面 我们实现了我们所有 在trait里面声明的 这些方法,并且呢,它的 可见性和 trait里面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呢,我们通过这种方法 就说我们为 某一个合约实现了 某一种trait ok 那么到这里呢,就是我们 如何 和 给一个contract 应用一个interface 或者是说一个trait的实例 说完智能合约的trait呢 我们最后呢 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做智能合约间的相互调用 然后呢 我在这里粘贴了一个 ERC721的项目过来 因为我们已经写过ERC20了 所以呢,ERC721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写了 那么ERC721呢,如果没有接触过 小类的同学呢 这就表示是一个NFT 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 可以自己去google 那么这里呢 其实跟ERC20的逻辑也很像 那么无非就是说ERC20里面 是转的是一个value 一笔钱 那么呢 在这里呢,转的是一个tokenID 转的是一样东西 ERC721这个仓库呢 大家可以去Github Github Parity Tag 然后呢 InkExample下面去看 InkExamples呢 我建议大家去多看里面的这些样例的合约 基本上目前Ink支持的功能呢 在这里都会有充分的例子 给大家去参考 那么我们的ERC721呢 就是从这个InkExample里面给粘贴过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展现一下合约调用 展现合约调用呢 我们就写一个 写一个market 写一个市场合约 那么这个是市场合约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 比如你转一笔ERC20进来 然后呢 我可以给你新发一个ERC721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CocoContract NewMarket 那么呢 这边呢 就有了一个markets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呢 先删掉 那么我们先声明这个InkStorage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我们好像也呃存个我们存个我们指定的ERC20的地址吧 也就是我们接受比如说什么token来接受付款的token的地址是哪一个我们 acceptable acceptableERC20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用上我们前面刚才用上的 interface的概念 也就是说比如假设是说 这边是假设是说这里是solidity的话 solidity 那么这边的写法呢 就应该会是比如说 类似于这边是ERC20 然后呢 这边呢应该是一个interface 比如说terc20 然后呢 这边呢是一个address 用这个方法呢 来表示ERC20是一个terc20约束的这么一个地址 那么在Ink里面我们怎么表示这个概念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引入我们定义的这个tradeERC20 那么我们在cargo里面 cargo里面呢 我们引入这个tradeERC20 tradeERC20 这个tradeERC20std 然后呢 同时 同样呢 我们也需要用到 我们说了 我们需要用就是 用一个ERC20token 去买一个ERC的721的token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用到ERC721 那么这边同理也是ERC721std ok 然后呢 又因为他们两个呢 是被当作依赖引入进来的 所以呢 在这边的features 所以呢 如果他们两个被当作依赖引入进来的话 我们在跨合约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Ink 我们需要使用到它的一个条件编译 就是Ink as Dependency 不然的话我们会编译出错 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说 比如说 在ERC721或ERC20当中定义的东西呢 会在当前合约呢 会被重新定义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呢 我们需要把 features设置为Ink as Dependency ok 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写我们的组合约 那么呢我们的组合约呢 interface这个概念呢 我们用contract 在这边呢用contract ref 这个红来做 嗯 对 在这边呢我们还要这个 我们把这个trade ERC20 trade ERC20的T ERC20给引入进来 除了引入TERC20之外呢 我们再引入一个error吧 看看到时候用不用到 因为可能解析的时候需要能用到 然后我们再 useerc721 啊 在useerc721的时候呢 在在这里呢 我提前加了点东西 我加了一行 这个pubuseerc721 然后呢有个erc721 ref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是我们任何一个当前的合约 在编译成之后呢 比如在都会通过红 呃红为它引入一个reference 那么这个erc721 ref 我们可以是可以直接用的 那么我们通过pubuse呢 把这个erc721 ref给暴露 暴露给外界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在market里面呢 也是使用erc721的这个 erc721 ref 然后呢 再加一个它的tokenID 那么我们用这个呢 来表示erc20 就一个满足er erc20接口约束的这么一个address 然后呢 我们的erc721 就直接用erc721 ref 实际上呢 那我们这里面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 呃合约互调的引入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大家随便选择一种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假设说我们定义一个price 然后呢 在一个minted count 比如说是u32吧 ok 然后呢 那么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呢 我们要这个定义一个error 那么定义什么error呢 比如说类似于这个erc20 transferfail 或者是erc721 mintfail 或者是erc721 mintfail 然后呢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边pub result 新建一个type 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写我们主体合约了 主体合约呢 我们用implement market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只给一个合约 只给一个呢 那首先呢 我们说要给一个constructor new呢 我们要把这个erc721和erc20的复值分别传入进去 那么erc721呢 它是一个reference 那么我们直接用erc721ref就可以了 然后呢 erc20呢 是一个接口 那么是一个接口呢 我们直接传accountid 那么返回一个self 我们这个也是constructor的标准写法 ok 那么 我们的erc20呢 我们 因为它是个接口 我们通常呢 会用这个点into 就可以把一个地址 转换成 这个 符合某个接口的地址的实例的这种形式 那么erc721呢 我们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 比如price 我们随便取一个20 比如说minted count 那么目前是0 ok 然后呢 那么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可调用方法 比如说有个bar nft bar nft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视例 我们简简单一点点 视例简单一点点呢 我们就比如说还是我们获取它的color 然后呢 获取color之后呢 我们说如果熟悉erc 如果熟悉solated同学的话 我们很明显可以知道说 我们要付一笔钱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笔钱呢 是比如说我们是让当前的这个合约去调用erc20合约的transfer from方法 那么就transfer sender 然后呢 那么当前我们自己的合约的这个地址呢 是self.env-counted的方法 然后呢 那么转多少钱呢 那么就转self.price 那么我们要判断 那么我们要判断 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res err is error 那么就如果说我们的转钱转失败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 这个erc20transferfer 然后呢 那么转完钱之后呢 mint account 我们先把它加1 那么加1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mint 加1呢 我们比如说 self.erc721.mint mint呢 他会让你指定一个mint token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去看他的mint的方法 mint方法呢 是说我 把一个token的序列号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那么谁mint的 这个token就归谁 那么 如果是说当前这个合约去调用erc721的mint 那么 这个erc721的这个token 就归当前合约所有 所以呢 我们还得 我们还得把这个token呢 从我们当前合约转到收件人地址上面去 转到caller地址上面去 那么self.erc721.transfer 对 然后呢 转给sender 然后呢 转哪一个呢 转self.mintaccount 这边是self.mintaccount OK 那么比如假设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对当前的这个合约做判断 比如mint rest is error 那么我们就再return一个 erc721 mint error 然后呢 如果说再出再出错的话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对这个东西 对transfer再做判断 对transfer再做判断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是transfer result 如果是error的话呢 我们就给他返回一个erc721transfer error erc721transfer error OK 然后呢如果全部OK的话 那么按道理返回一个OK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market的合约就写好了 那么我们cargo我们先cd一下我们的market 然后呢cargo contract build 然后在这里呢 那可能这个build的比较慢 我们还是用这里的build吧 update cannot work in process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说当我们要进行合约互调的时候呢 那么有两个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是说你在引入你想调用的合约的时候 那么无论是说你是想继承还是说想调用的话 那么呃那当然rest里没有继承的这个概念 那么如果是想调用或者是说比如说呃想如果是想引用一个trade 或者想调用一个合约 那么被引用的这个trade和调用的这个合约呢 那么他们在引入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加上ink as dependency这个feature 不然的话可能会发生编译冲突 那么第二呢是说我在编译的时候呢 我当前的这个合约 我在这个编译好了之后呢 我就会为他生成一个erc721 就是同名的这个 同名的struct 同名的存储的这个reference 然后呢这个reference呢就是专门用来给其他合约调的 所以呢我们通过呃这个pubuse erc721冒号erc721ref 把这个reference给暴露出去 给其他合约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在真实的调用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是说我们声明这个呃这个地址符合某一个接口 要不然呢就是说我们直接声明这个地址就是某个合约的实例 嗯看一下 嗯 啊 这边我们重复定义了这个error 那么我们把这个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用到treaterc20里面的error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删掉 那么能可以看到他已经通过编译了 那么已经在generating metadata 那么我们继续说 呃第一个呢是说如果是说要声明这个地址符合某个接口约束的话 我们用inccontractref 然后能里面加上这个接口的名字来做 第二呢就是说我就是说这个地址它就是应该是某个合约的实例 那么我们就直接用这个erc20ref就可以了 erc20ref erc721ref是每一个合约应该会自带提供的一个reference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合约展开的话可能会看到 好我先看一下我们之前曾经展开过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最先一次展开的cargo expanderc20 可以看到说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的一个erc20的reference 那么这个reference呢我们是绝对可以提供给外界的 然后我们再返回我们的market的合约 然后我们再过一下方法 过一下方法呢就是首先呢是它需要去转一笔钱 那么转一笔钱转如果转成功之后呢比如转20块钱 转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比如说这个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erc721里面去mint对应的这个tokenID 然后呢mint完之后呢因为mint完之后 erc721里面的mint方法是mint给到selfcolor 就是这个mint的调用者的 那么呢那调用者是当前的market合约本身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token呢转给这个buyNFT本身的方法的调用者 ok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就编译好了 然后呢因为erc721这个我也编译好了 erc20我也编译好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部署看看 部署呢我们还是用contractui.substrate.io 然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个链给起起来 起起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已经能够 ok已经能够识别了那么我们forget forgetallcontract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 我们就我们就给它强制刷新一下 ok 然后呢我们add newcontract 首先呢我们要部署erc 看首先呢我们要部署这个erc20 那么erc20的target 在ink下面的erc20.contract 然后呢我们next ok先部署erc20 然后我们token给他123123123 total supply okerc20部署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部署erc721 那么erc721呢在target inc 然后呢erc721.contract 我们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next 然后他也不需要call任何东西 我们就直接upload and instantiate ok 那么erc721也已经实力化好了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upload 这个market market这个合约的编译结果呢是放在这里 market.contract ok那么我们new的时候呢是需要可以看到说先指定erc721和erc20的 那么他对于erc721reference和accountID 那么他都能识别他的前端都能够识别成说你需要传入一个accountID类型的参数 那么在这里的erc721我们就给他复制我们部署过的这个erc721 那么erc20呢我们就复制给刚刚部署过的erc20 然后呢我们点击next ok 然后呢可以看到说如果说在这在这里有个有个dry run dry run呢是说我们还没有调用这个buy nft 那么前端已经帮我们先预先预调用过了预调用过之后呢他会说contract 就是会表示说如果说你一旦调用这个buy nft的话 那么呢他的结果一定会是reverted的 那么具体的报错呢是说erc20transferfair的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调用buy nft的 原因呢是因为说我们的buy nft需要调用erc20的transferfront 那么transferfront呢是需要这个真正花钱的账户给当前的market的合约地址去进行授权的 那么我们就返回erc20然后呢我们用这个erc20.approve我们调用授权 那么用alice授权给market这个合约 比如说假设说我们授权了123 ok那么授权成功之后这边会发送一个approval的event 那么我们再回到market这个合约当中来 那么可以看到说我们即使没有执行这个call contract 但是他会说他的dry run的结果呢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调用了这个buy nft 那么他的结果会是ok 那么我们就调用一下试试看啊 然后我们再来erc721这边我们先查询一下这个alice的balance 那么erc721这边alice的balance目前是0 他还没有erc721他还没有任何nft 那么呢我们在这里调用使用buy nft 我们点击一下call可以看到是说这边显示调用成功 那么调用成功之后呢调用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lice的余额已经是1了 那么就说明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nft 那么同时呢alice的balance alice balance是erc 啊这边 这边呢我们本来是123123123 但这转了20呢这边呢就变成了这个 呃这边就变成了这个990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 那么就等于说alice的余额也是显示正确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也就我们再看一下那个market的余额 那market的余额显示20 那么也就说明说这个转账呢也是成功的 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了 说在我们是怎么发起合约之间的互调的 以及合约之间互调需要小心哪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说在inc里面的对大家来说一个比较高阶的用法 就是chain extension chain extension呢就是我们会允许inc呢会去调用run time那边的方法 就是合约调run time 那么chain extension是很明显是一条路径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要大家去看这个inc example inc example 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chain extension呢我们就直接拿inc example里面的代码来举例了 我们就不再自己写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花时间 基本的写法比如说包括说怎么新建一个基本的合约 怎么新建一个trait 怎么给合约 比如说套上某一个trait或者某个接口 然后呢以及说在三方的合约当中如何调用其他的合约 那么这些基本的点呢我们都带着大家是一行一行代码写过来 然后并且呢是说我们也自己亲自经历了所有的 比如说怎么看编译错误 然后呢怎么根据编译错误去调试自己的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为了大家方便 我相信大家目前呢对于基本写法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些高阶的用法 高阶用法呢我就直接带大家过代码我们就不自己写了 那么chain extension呢是说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它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我们看一下chain extension 我来看一下chain extension 我们可以看到说rand extension下面有两个 那么一个是runtime 一个是lib 我们先看这个lib 先看lib呢可以看到是说 首先呢它定义了一个chain extension的treat 在这个extensiontreat里面呢它定义了一个关联类型error 然后呢好像是说又 好像又定义了一个接口 然后呢这个接口呢有一个数字 然后呢那么我们后面呢很明显看到说 我们把它当做rest来理解的话 那么这个关联类型呢很明显是说 它应该去满足某个约束 那么这边呢应该是具体复制 那么那么这个约束呢就是很明显看到 就是front status code的这个约束 也就是说这个chain extension 它所需要规定的是说 这个treat的名字大家自己可以随便起 但是呢你一旦套上了chain extension这个红呢 你就一定要去实现一个关联类型 那么这个关联类型 目前看实现来说呢 它必须要求符合满足front status code的这个接口 然后呢front status code的看起来说 好像是在做一些 in code和decode的做些翻译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说遇到零呢就翻译成OK 遇到一呢就翻译成error 然后呢其他情况呢 就是是一些未被定义的情况 那么OK 那么这边大概看完了 看完之后呢会看到说它也定义了一个custom environment 那么之前说过我们所有的合约全部跑在default environment 就全部使用的是default environment 然后呢那么它实现了一个custom environment 那custom environment 可以看到说它前面的这些关联类型都跟我们之前看过的 这个default environment是一模一样的 它唯一多了一个chain extension的关联类型 那么可以看到说它把chain extension的关联类型呢 就比如说付给了这个把我们定义了这个chain extension的这个treat 付给了这个呃这里的chain extension 然后呢下面呢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就跟写正常的合约一样了 但是呢注意到这边呢我在括号里面呢用了一个infinf呢等于create 冒号冒号custom environment 那么这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边是缺醒值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使用的是default environment 如果是说我们想要使用其他的environment 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行啊就是自己给inf值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custom environment 我们刚刚自己定义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去使用这个呃 这个这个我们我们所规定的呃这个fetch 是呃fetchrandom的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那么这个函数的用途很明显就是说 我好像是说希望通希望通过这个环境里面 环境里面提供的这个chain这个extension 然后呢这个chain extension它实现了一个fetchrandom的这个方法 那么然后呢那么看起来就是说我好像从环境里面拉了一个随机数过来 呃比如说对于这个subject做了呃对比如用它作为sauce 然后呢对它呢做了一些比如说随机算法 然后呢吐了一个随机数回来 然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拿到的随机数呢呃存到我们当前的合约 当前的合约里面去 然后呢同时呢发送一个event random update 啊random updated 呃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合约这边做事情啊看起来有点一头雾水 那么我们再看它下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方法呢是runtime的这个runtime的这个文件 文件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一个chain extension chain extension 我们把它我们把它对比来看 可以看到说我们的chain extension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说chain extension呢那么很明显的是说我把它放在runtime下面 那么就表示说这里的chain extension应该是被放在substreetruntime里面去做实现的 那么可以看到说我最重要的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它长什么样子包含什么字段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一定要满足chain extension这个trait 那么这个trait里面呢指定了一个方法就是call这个方法 那么可以看到说它call是怎么做呢它的call看起来就是说它也有一个它会从这个环境里面去获取一个function id 那么呢它会对这个function id做便利的match 那么一旦match到这个function id是1101的话呢就会执行就会执行这一段逻辑 如果是其他的话呢就不执行 然后呢1101这个呢恰好是我们在是恰好是我们在这里恰好是我们在呃这边的chain extension这个trait里面 定义的呃这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呢看起来啊是说我们在合约这边呢把fetch random呢 这个方法呢把它标记为1101就告诉runtime那边说这个方法它的代号叫1101 然后呢那么runtime这边呢是说ok那么我一旦呢比如说获取到这个function id为1101的话 那么我就执行一段特定的逻辑 那么这个感觉呢就很像solidity里面的precompile function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precompile function呢它会有一个地址 就是precompile function的地址 那就是说我们当遇到特定的precompile function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找那个地址 然后呢再执行那个地址上面的对应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只是把地址换成了一个function id的概念 然后呢可以看到说它是怎么传递的 也就是说我们match到这个function id呢 然后呢这个inv就是这个environment给我提供了我的入餐和出餐 比如说我把比如我在这个里面我的入餐呢是一个u832的array 然后呢可以看到说我把这个入餐从这个inv里面去来读出来了 读出来之后呢我用这个入餐呢去参与到一个计算 那么很明显大家如果对runtime熟悉的话 这个randomnesscollectiveflip就是runtime里面的一个palette 那么我们会去调这个palette下面的random的方法 然后呢那么最后得到一个seed值 然后呢我们把它encode 把encode完之后呢再塞回给这个environment 就是说从environment里面读参数 把结果再返回给这个environment 然后呢那么这个environment呢 然后呢那么这个environment什么时候返回给合约 也就是说在左边这边 在fetchrandom的时候 那么这个它的返回值 就是从这个inv.write里面去读的 只不过说它会它会自动帮你去做一个decode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在合约里面不用再主 不用再手动decode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 就是我们需要的已经decode好的这个值 然后它的decode的规则就是我们这边定义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function 它的接口比如入餐是什么类型 出餐是什么类型 然后呢那么我就按照出餐这个类型给合约去进行自动的decode 然后呢那么decode出来这个值我们拿过来就可以用 然后那么最后把这个值再付给当前合约的存储就ok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chain extension的整体的逻辑 当然这个是属于ink里面比较进阶的概念 它是需要大家第一个是对rust的语法足够熟悉 那么比如说可以比如说如果说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一大堆比如关联类型还有呢这些红 那么大家要理解是说比如说我但凡任何想要在 嗯 ink这边和runtime那边做传递的东西就一定要满足序列化的方法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多东西呢都实现了自动的序列化 比如incode decode 然后呢包括这个error因为它是需要在ink和runtime当中传递的 然后呢第二呢是说可以理解成说我在ink合约里面规定了一个接口 然后呢我在runtime那边做了一套实现 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对大家对于ink和pallet contract整体逻辑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解 这个理解呢就是我画了一个图 就假设呢是说这是我们的ink合约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ink合约 那么下面这层就是我们的ink的environment 那么我们ink的environment给它提供了给ink合约提供了很多自带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比如self.inv.color 然后呢点transfervalue 然后呢还有一些getsetstorage这些方法 那么在inkinv里面呢也提供了一个chainextension的这个关联类型 只不过通常情况下它是制空的 它是没有实现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代码吧 然后呢这个chainextension呢它是规定的是相当宽泛的 是相相当这个generate 就是它的input呢它可能比如说是指定了一串这个blob 然后呢一个指针出出餐呢也是指定了一个blob和一个指针 它甚至不规定具体的类型 那么我们在这里自定义的chainextension 相当于说把这里的chainextension给具体化 或者是说描述的更详细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它是它的一个封装 然后呢那么这边呢我们定义了一个接口 那么真正的ink这边和真正的runtime这边是怎么传递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说懂了解runtime和client的传递模型的话 就知道它是通过wasm的host function来传递的 那么同样呢跟runtime一样 我们在ink这里做了它的这个wasm的host function的definition 就我在这边做接口定义 在runtime这边做接口实现 那么就是说我只要但凡比如说 但凡我比如说合约执行到了要callchainextension的这个地方 那么呢我就去把这个方法 那么通过host function的形式 然后呢去找真正的runtime里面的实现 那runtime里面的实现呢 那就是说我一旦遇到了这个方法 我就去执行什么样的逻辑 那么它就是通过chainextension implement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就是chainextension implement 然后呢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ink那边的代码 可以看到说 呃在ink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是说它是它通过是调用 嗯 self.inv.extension 我们就直接在inv里面去找 function functionextension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functionextension 呃对一个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function的extension 然后ok 然后呢这个extension呢因为它是需要去调用 它是需要跟链交互的所以呢 它会走environment onchain的这部分的逻辑 onchain的这部分逻辑呢我们 找一个extension相关的 就是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callchainextension的方法 那么这个callchainextension的呢我们看一下它会在哪被调用 callchainextension onchainimplement 好吧它会在 嗯 它会在onchain这边的implement当中会被调用 然后呢我们直接看它的逻辑吧 它的逻辑呢是说我会找一个sys的callextension 我们看到看到这个sys的callextension 它最终会指定到这边 这边呢就是一个纯接 呃纯接口的定义 然后呢可以看到说这边的它的接口是相当裸的 比如说我会指定一个functionid 然后会指定一个这边inputptr 就input这个pointer和inputlens 这边呢是入餐相关的描述 那么呢output和outputlens 这边呢是出是是是return是返回返回值 呃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只不过说我们在呃在真正 比如说在这边做具体的chainextension的function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入餐和出餐就是它它这边的chainextension这个红 会帮我们自动把我们的入餐和出餐类型 会翻译成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callchainextension 然后呢去通过呃这个host function去调用runtime里面的某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再看runtime的那个部分 runtime呢我们就直接打开substrate了 因为substrate 因为substratecontractnode的里面呢是没有对于 呃palletcontract具体实现的 我们就直接看直接看这个substrate里面 substrate里面呢我们呃就看这个contract pallet contractpallet呢同样呢它应该呢也是在wassum里面做实现的 我们来搜一下coachin 好吧呃那我们搜一下吧 coachin extension你看看它在wassum的runtime里面去做实现的 也就是说当runtime这边解析就是比如被调用到coachin extension的时候呢 比如说它就会走这个分支逻辑去执行 那么走这个分支逻辑去执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coachin extension它会它会去找它会去这个runtime这边找chin extension的实现 然后呢会去会最终会执行到coachin extension.call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chin extension它只有点call这一个方法那么呢这个点call就对应了就对应了我们刚才在我看一下对应了我们刚才在这个 这里实现了functioncall也就是说在runtime这边呢它一旦被调用coachin extension 然后呢在这边会去迅速的会调用这边的这个chain extension的implement然后呢调用它的call方法 然后呢那么它的call方法呢那么我就去这个match比如说如果方式id符合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我就去做对应做什么样的逻辑 ok那么这边呢就是一个大概的建模那么从建模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当然了这个模型可能对于一些同学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抽象的 因为这其实呢对大家对大家的要求呢已经不仅仅是写一个合约了那么已经到了写runtime的这个程度的要求了 所以呢听不懂也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这个fetch就是这个chain extension呢可以理解是最好不能理解呢对大家写合约呢也影响不大 因为原则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说callchain extension它的关键呢是在于说我是通过host function去调用runtime那边支持的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runtime那边不支持的话其实我们就算在合约这边再怎么定义chain extension也是没法跟runtime发生调用的 那么它就很像solid里面的precompile function我得练去支持这个方法 那么你合约里面才能够使用这个方法如果我练的不支持你合约里面再怎么定义接口 我练那边也是不识别的那么我们再教大家怎么把chain extension这个例子给运行起来 首先呢我们找到我们的runtime下面的chain extension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我们把它直接平移到呃比如说这个我直接找substrate contract node 呃我们把它直接打开substrate contract node 呃我们把它直接打开substrate contract node 这个仓库 然后呢 打开这个仓库之后呢我在这个runtime的libris下面新建了一个chain extension 然后呢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里面的东西给copy过来 copy过来之后呢我还加了点东西那么首先呢很明显是说它copy进来之后呢那么它需要涌入到整体的编译环境当中去 那么它就需要被识别 被识别呢呃被识别呢 那么这边呢就先定义了一个mod chain extension 对吧 然后呢我们要use 这个chain extension里面呢我们这个chain extension implement 一个实现体 把它复制给把它复制给pallet contract下面的这个关联类型chain extension 那么这里呢就是runtime这边的改动 那么在我们复制过来的这个我们复制过来的啊这个方法呢 是说首先呢呃因为我们是implement chain extension 这个里面有个runtime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要指定是哪个runtime 我们肯定要指定是lib下面的runtime 然后呢那么这个呢是说大家呃在编译的时候如果报错的话呃会提示你说 找不到runtime的这个方法因为少引入了这个trade 那么呢这个呢如果说大家也可以不用抄等到编译的时候报错的话 再把呃报错信息里面的建议修改值给直接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我已经编译过了编译我已经把这个节点已经编译过了 那么编译过之后呢编译过之后呢 编译过之后同时呢这个runtime extension runtime extension可以看到说我也编译过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部署起来让大家看看效果 我们把编译过后的这个新的包含chain extension的呃 substreet contract node的节点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呢 启动起来之后呢我们把它都forget掉 因为我们的链已经被清空了 所以呢这些合约就都找不到了 那么我们add new contract upload contract 我们upload contract 我们需要upload的是这个inc example 看是inc example下面的testinc 然后呢random brand extension contract ok我们那么初始的话呢我们就都设置成0 那么点击next然后upload and instantiate 然后呢现在呢有一个upload upload呢我们需要输入一个参数 然后呢再得到一个 这个再得到一个随机数 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看一下我们当前的随机数的值是0x010 然后呢我们再update update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也给的是000 然后呢我们点call contract 点call contract之后呢可以看到它update成功了 然后呢会显示一个random updated的一个event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调用get 当前的最新的随机数的值 可以看到说它已经从000 改成这个enxc04了 那么我们在合约里面呢 并没有做任何random的计算 我们完全是通过chain extension 调用runtime这边的random的方法 来做的这个计算 所以呢我们通过chain extension 让大家理解到这个合约和runtime 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然后呢这个是被动调法 被动调法呢是说当runtime 这边只有支持的chain extension 这一堆functionid的时候 你才可以跟runtime进行交互 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很依赖runtime的开发者 的集成速度 那么还有一个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合约开发者 主动调用runtime的方法的一个样例 我在这边也是只展示 只展示code 就不带大家写了主要是太花时间了 然后呢大家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研究 当然它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ode runtime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写的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可以看到说这个例子呢 它允许是说我 那么它的过名思义就是说我可以通过 我可以主动调runtime的方法 那么我怎么调呢 可以看到说我定义了一个runtime call 然后呢我定义了说我要调的这个模块的index是4 然后呢我再定义说我定义了这个 我要调这个模块里面的第几个方法 那么第几个方法呢它就是 比如它是第0个 它call它的是index为0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边呢就可以理解成我们transfer的一个方法的 就是方法参数方法名和入餐的一个结构体 比如说我们是需要它的两个入餐呢 一个是一个一个是dest一个是value 那么我们对比来看 我们对比来看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打开substrate吧 因为substrate contract node和substrate 它们的结构基本上是类似的 我们打开substrate 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整个的runtime 嗯 等一下我这边有点点卡 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runtime 这边 嗯 第四个 第四个模块 我们可以数01234 好吧这个可能这个runtime有点 跟contract的runtime还是有点区别 我们还是来看我们真实 我们会调用的这个runtime吧 嗯 真实调用的runtime 可以看到说这个01234 那么第四个模块是pilotbalance的这个模块 那么呢我们再去看pilotbalance的第0个call是哪个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跳到pilotbalances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看到pilotbalances的call call呢在在在往下这个是error 然后呢这边是storage声明 那么学过初线课的应该都知道pilot的一个结构长什么样子 ok那么我们终于会来到我们的call call呢可以看到这边callindex 是0的话呢方法名叫做transferallowdeath 然后呢 这个origin呢是这个调用者 我们把它忽略掉 那么我们所需要真正传进去的参数呢 就两个一个是destination 一个是value 那么这个value的这个编辑码方法还是compact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定义的一个destination 然后呢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呢一个value的值是什么 然后呢它也是用compact 来这个来这个encodevalue这个值的 然后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就基本上run time和合约就一一对应上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指定说我们要调用的这个run time的方法呢是第四个 第四个模块下的第零个方法 那么呢我们分别都可以这边是通过callindex去pilot里面找 这边呢是通过constructrun time 在constructrun time那个里面去如果它没有说它没有显示定义顺序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上往下数01234 数第五个 那么我们发现说它恰好要调用的这个function是balance.transferallowdeath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ok我们定义好了我们要调用的是哪个方法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说它真正调用的时候呢 会去save.inv里面会提供callrun time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才所需要调用的这个run time里面的 第几个模块的第几个方法的值给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呢这个呢会就会去自动会去run time那边去调用 调用这个palette下面的指定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environment里面 这个ink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可以直接在ink里面去搜callcontract callrun time 可以看到这个callrun time呢 那么同样呢它也是它应该就是我们但凡跟链交互的都是走onchain的这个分支 但凡呢是跟测试相关的都会走offchain这个分支 那么onchain呢那么我们实现实现的是wasm wasm的callrun time 可以看到wasm的callrun time 呃在这里 那么呢它会去调sys的callrun time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sys的callrun time呢基本上呢 就是呃是一个接口 然后能看到说这个红它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这个callrun time的这个方法 它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它做的事情呢就是说 把这个定义好的模块的index和call的index把它翻译成 把它组装成这个callptr和calllens 然后呢我们再去合约的这个部分 我看看能不能搜到callrun time 好吧在这边可能搜不到 我们要去substrate的里面搜了 可以看到在run time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呢大概率呢也是在wasm的这个模块下面 可以看到我们在callrun time 然后callrun time async 应该大概率是在这个wasm的run time下面 这边呢我就给大家展示展示一下 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理解 那么自己找不到其实也完全不要紧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它会把这个也就是说 它在inc这边呢会把这个balance 模块的index和call的index把它翻译成callptr和calllens 然后呢在run time这边呢 又会把callptr和calllens 再把它展开解释成某个具体的call 这边可以看到说callptr和calllens 它这边呢会去把这个callptr和calllens呢 把它真正的组装成一个call 就得到这个具体的call 然后呢这个call呢我们再用call.getdispatchinfo 那么再去发生 那么再把这个call呢 比如说去发生调用这边的callrun time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hain extension和callrun time的关系呢 把它理解成说这个把它理解成说比如说像call extension呢 是是说我这边呢比如说规定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有入餐的ptrlens 有返回值的这个这个这个ptr和lens 然后呢那么我通过规定一个具体的chain extension的某个trade 然后呢来把这个把入餐和出餐 根据它虹提供的帮助方法 解析成chain extension那种更加底层的方法 那么callrun time呢跟chain extension是非常类似的 它呢也是说我定义了我要调 我当前的run time的第几个模块的第几个方法 然后呢 虹呢也会把它包装成一个callptr和calllens的方式 然后呢我在这边直接做解偶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列成说callrun time呢 是一个更加具体化的chain extension 或者是说这个链这边已经完全集成好之后的 这个更加具象化的chain extension 那么他们两个的唯一的区别呢 那就是说它呢已经 它呢是可以允许合约主动的去换起run time的某个方法 那么只要你知道你换起的是run time的哪个方法 你就可以通过callrun time的这个方法 去主动的换起run time当中的方法 那么chain extension呢会跟solidity里面的precompile function 会很类似 也就是说必须要链那边主动支持了 那么我才能够通过callchain extension的方式 去调用run time里面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边呢不展开说呢是因为有些同学呢可能 就这边的知识呢会有一些超纲 所以呢如果能理解的同学呢可以带着这个思维呢 去理解一下到底chain extension 它在ink这边做了哪些事 在run time那边又做了哪些事情 这个是理解 这个呢是理解chain extension和callrun time最精髓的部分 比去理解清楚那个写法呢会更重要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